台湾到底有哪里好呢 哦 那么小个小地方发展的也越来越慢 几乎是停止不前了 而且台湾人的都称呼你们是陆配 你一听多难听啊 台湾是不是很歧视陆配 又把你们都当成那个二等公民呢 台湾真的有那么好吗 听了这些话我真的就是 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了 但我不怪他啊 毕竟他没有去过台湾 不了解台湾的社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彩虹妈咪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真的很开心又能和大家聊天了 那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还有一些大陆网友啊 就经常跟我说 就想不通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男人 为什么你要嫁给台湾人 台湾到底有哪里好呢 哦 那么小个小地方发展的也越来越慢 几乎是停止不前了 而且台湾人的都称呼你们是陆配 你一听多难听啊 台湾是不是很歧视陆配 又把你们都当成那个二等公民呢 台湾真的有那么好吗 听了这些话我真的就是 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了 但我不怪他啊 毕竟他没有去过台湾 不了解台湾的社会 其实不管叫陆配也好啊 新住民也好啊 歧视不歧视的 不能光从个人的感受来看 要看这个社会真正的环境和政策上 是否给了你同等的待遇 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呢 陆配到台湾只要拿到一亲居留证 就可以工作了 是不需要公签的 而且呢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健保 还有就是你想考政策啊 台湾政府呢也都是允许的 只要你不懒惰 真的可以考到很多的政策的 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就像我呢 在台湾呢就考到了一些政策 而且呢也学到了一些 在大陆学不到的东西 真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关于陆配在台湾考政策的这件事情 关很多新住民呢 都在晒台湾身份证啊 护照啊 一亲居留证啊 确实是挺令人项目的 但现在呢我也有拿到这个居留证 其实想要拿到身份证嘛 首先要在台湾待满六年 每年呢是累计不少于183天 因为我是两边跑嘛 所以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条件 目前呢只有这个居留证 但好饭不怕玩 只是时间的问题 虽然没有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啊 但是我在台湾呢 是有考到一些证照哦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考到的这些证照 首先呢是要有这张一亲居留证 然后才能考其他的证照 那我在台湾拿到第一个证照呢 就是丙级保姆证照 这个是丙级保姆培训的学分的结业证书 然后呢又考了这个叫 CPR的合格证 就是心肺复苏的这个合格证 之后呢我又拿到了这个婴幼儿按摩的证书 这张呢是大型邮剧管理人员的结业证书 这张呢是摩托车驾照 这张呢是小型汽车的驾照 那在同时呢我也学到了那个叫哈姆利克急救法 那还有这些呢都是我研习的资料啊 这本呢是角落教学的观摩与研讨 这本呢是教具的制作和应用 这本呢是学龄前儿童的口腔保健 这本呢是筑牙与牙周病的元凶牙俊班 这本呢是学龄前儿童势力的保健 这个是牙线与牙刷的使用方法 啊这个都会教哎 对真的都很细心哈 这个是幼儿园的安全教育 这本呢是如何落实主题教学 这本呢是幼儿的营养与健康 我记得这次研习的时候呢 是在新竹县的体育馆 在跟老师互动的时候呢 我还得了一本故事书 就是跟老师比那个吐气 就这样 看谁吐的时间长 结果呢是我赢了 然后老师呢就发给我一本故事书 其实呢是老师让着我了 就是每次研习的时候呢 我都会比较早一点的到 因为我想坐在前边嘛 好跟老师互动 然后就会有小礼物呢 这本呢是美与研习的课程 是在台北的东森总部学习的 这些呢都是脱婴中心研习的部分 这本呢是婴幼儿急救的课程 这本呢是婴幼儿阅读与游戏 这本呢是婴幼儿常见病症认识与处理 还有这本呢是脱婴中心课程 领导与管理 这本呢是脱婴中心人事行政管理 脱婴中心的研习课程呢 都是在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学习完成的 其实不止这些了 因为我只待会这些来嘛 那在台湾的家里呢还有很多 那看到这些那些网友们还觉得台湾社会歧视路配吗 我们在台湾真的就是二等公民吗 还有啊就是我们在研习的时候呢 只要你一报到在门口有一个签道簿 在签道的时候呢上面都会有你的学校啊姓名啊 还有一篮是我最喜欢的你知道吗 就是让你选择便当和饮料 便当呢会有荤和素两种 像荤的会有鸡腿饭啊猪排饭啊之类的 而素的呢有什么我就不太知道了 因为我都选有肉的 饮料也有很多的选择 大部分都是手摇饮料 像我最喜欢的有珍珠奶茶 还有大麦红茶加粉条的那种 白香绿茶呀 还有黑糖芋圆奶茶冬瓜茶等等吧 反正研习的时候一进门的 就是先选好吃的喝的 然后再学习 因为要学习一整天嘛 就是要给准备午餐 而且都是免费的哟 另外还给我们准备了下课时吃的一些 小点心啊水啊咖啡啊茶呀 就是很贴心你知道吗 那我要说的重点就是 我们陆沛和台湾的公民呢 是一样的待遇 只要你肯学习 机会有很多 不会因为你是陆沛而歧视你呀 排挤你呀 不允许参加呀什么的 真的没有 就是我在拖延中心工作的时候呢 老板呢都特别的关照我 那有什么好的东西呀 都会分享给我 我记得有一次呢 是带幼儿部的小朋友 出去台北参加亲子运动会 本来是没有我的哈 但老板呢是想让我多了解一下台湾的风土人情啊 多见见世面嘛 毕竟是去台北啊 然后呢就帮我申请了一个名额 带我去台北的小橘蛋体育馆 还给我办了一份保险呢 就在那里玩了一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哦 还有一次呢 我们就是去新竹的律师界进行户外探索活动 因为我刚去台湾不久啊 什么事呢也不太懂 就傻傻的跟着老板 跟着园长 也不太会帮忙做事 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大家都帮忙照顾家长啊和小朋友啊 那我就傻傻的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但是老板啊园长啊 还有那个特助我 也没有批评我或者是骂我 那时候真的就是很白目 你知道吗 也不是要帮忙 就是情商很低的那一种 但老板们呢都很包容 还跟我说啊 没关系人包 你去拿个便当吃 别饿着 你看哪里有歧视 就非常的照顾 对不对 还有一次就是在园里吧 有一个小朋友觉得我的身份很特别 就是从大陆过来的嘛 然后他就脱口而出 叫了我一声大陆妹 那主任听到马上过来啊 就跟那个小朋友说 你不可以这样叫润博老师哦 赶快跟润博老师道歉 其实当下吧 我还不知道大陆妹是咋回事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啦 因为小孩子嘛 然后那个主任就说 小孩子从小就要懂得尊重人 不可以乱叫人家的 后来我在网上就查了这个大陆妹啊 原来呢是一种蔬菜的名字啊 是台湾呢从大陆引进来的新品种 叫乌鞠 叫大陆妹仔菜 但有人开玩笑呢 就把它叫成了大陆妹 并逐渐的就这样流行了起来 那从字面上来看呢 大陆妹作为蔬菜的名字 是并没有歧视的意思 但主任呢是怕我听了不舒服啊 就告诉那个小朋友啊 不要再这样称呼我 其实当下呢我并没有在意呢 就觉得挺好玩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再来说说学习过程当中 老师们是怎样对待我的呢 就是在保姆培训的过程当中 不是有数科训练吗 有四个区 包括清洁区 调治区 游戏学习区 还有安全医护区 那清洁区呢是 为幼儿洗澡 清洁口腔 及这个牙缝啊 就剃牙 调治区呢 有为幼儿冲泡牛奶 并喂食制作副食品啊 切胡萝卜丁啊 制作蛋黄泥啊 那游戏学习区呢 是教导幼儿上厕所 洗手 并和孩子们呢 就是一起看图画书啊 玩面团等等吧 就安全医护区呢 是测验婴幼儿呼吸道阻塞的 这个急救法 婴幼儿心肺复苏术 和伤口的处理 那这些都是要亲自操作的 说真的 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呢 也算是考试的内容 我的印象当中 所有的考试呢 也就是答题而已 再一个就是考幼师的时候呢 是有考术科啊 就是唱歌 跳舞 绘画 弹琴 讲故事 这些 但是呢 也不觉得 就带小朋友上厕所呀 洗手啊 洗澡啊 清洁口腔呢 也算是考试的内容 而且要亲自操作呢 像呼吸道阻塞 急救法和 婴幼儿心肺复苏术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那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一脸懵啊 什么的也不懂啊 真的不知道 怎么练习 要如何下周 从哪里开始 然后老师们呢 就不厌其烦的 一遍又一遍的 给我示范啊 让我亲自操作 不正确的地方呢 老师就耐心的啊 给我纠正啊 再给我示范 老师也知道 我是从大陆来的啊 有一些用语呢 就不太熟悉 然后老师们就多 给我练习的机会 并没有因为 我是大陆的 而歧视我 或者瞧不起我 反而会给我 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和表现的机会 我记得有一次 大家都在练习完 就休息的时候 老师还把我叫到前边啊 让我带学员们 做那个手指摇 然后我就带他们 做了那个叫 门前大桥下 有个一群鸭 快来快来 数一数 二十六七八 咕咕咕咕 真呀真多呀 数不清到底 多少鸭 做完之后吧 还得了大家 振振的掌声呢 其实保普班的学员们呢 有一些呢 是叔叔阿姨们 他们真的很善良 真的 就是真心的在鼓励我 不会因为 我是大陆来的 而歧视我 看不起我呀 在下面呢 七嘴八舌的 真的没有 他们真就是 真心真意的啊 就是鼓掌 来鼓励我 好 以上呢 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至于叫不叫陆配呢 其实并没有 多大的关系 那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 都是有爱心 谦虚 谨慎 有包容心 即便是高管呢 对下属也很nice 也很有礼貌 台湾的社会呢 就是一个充满爱 和包容的地方 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呢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 彩虹马咪的频道呢 欢迎你点赞 订阅 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